大美中国 燃晴夏日 文旅消费在线高潮 从今天开始 总台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特别报道 美丽中国暑期热消费 带您感受消费市场涌动的新气象和新活力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全球消费发展的风向标 2021年 国务院批准率先在上海 北京 广州 天津 重庆 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工作 这个夏天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又有哪些新场景 新业态 新玩法呢 我们从北向南一路走访 今天我们就先去逛一逛北京 喝碗豆汁 再吃个唐人 既有各式传统的精味小吃 又能沉浸式地体验精味文化 暑期的前门大街十分热闹 尤其是一些老字号品牌 更是吸引了中外游客慕名而来 此刻刚刚下午四点 就有不少消费者 在老字号品牌的餐厅门前 为晚餐排起了长队 光累了就可以在老字号的店里 坐下歇歇 喝上一杯带有老字号元素的咖啡 或者吃一份精致的中式下午茶 老字号品牌为了吸引年轻消费者 正在不断地进行新的尝试 我朋友他从上海来嘛 因为他这两天也吃了很多顿了 然后就说吃了三顿 然后我也看到 他这边有烤鸭制作那种新型的小点心 然后我就想过来试一试 天色渐晚 越来越多的游客涌入了前门大街 排队的人群 把街上受欢迎的老字号店铺挤得满满当当 更多外国游客加入到了等位的队伍里 随着一系列便离外籍人员 来华政策接连推出 北京口岸出入境客流增长明显 截至7月29号 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量 已突破1000万人次 是去年同期的2.5倍 已超去年全年出入境人员总量 为了更好吸引外国游客 老字号们纷纷更新了 可以刷外卡的POSE机 提供双语服务 在退税商店购买消费品的外国游客 还可以在离境时办理退税 街道的话也都要求咱们商户的话 上这个外卡的这个功能了 上完以后的话呢 也确实也接待过外宾 然后也消费过很多 就是这个样子 什么时候开始的 差不多有将近两个月了